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不太红的三线明星长得帅但缺钱没想到在这碰到她了这样这么有缘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我的 哎 等等你今天的装扮刚好配钱同款温柔又心机 嗯 冲 顾你作为一天的男朋友考虑一下那要看美女开什么价吧 五百万 五百万 明天晚上七点到公司楼下等我 呈叫这个 这单盖章吧 海王 说好的七点都快过半小时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扣你钱 你是 你以为你坏了作美头我就认不出你了 小姐 你认出什么呢吧 还跟我装饰吧 我不信这个你能赖得掉 你不乖哦 我就迟到了半小时 你就另寻他人了 哎呀 你别睡了 今天可是我们认识的第15年 我预约了摄影师给我们拍闺蜜照 那天早上自拍好了 别花这钱了 有了 见晓哥哥你帮我个忙 这样不好吧 给你加钱 起床了 小奶奶 我只是没有办法 眼睛不看着他 我只要大了 你还有帅哥 他怎么喊帅哥也不跟我说一声 好丢人啊 我以为做梦了 人家是摄影师 我这脸好丑啊 这样怎么拿下小奶奶 这样上镜肯定不好看 这什么呀 你果子夹心呢 嗯 快点换好妆出来 还要拍照呢 真不错 把我俩拍得好看一点 哦 对 我突然想想我们之前用的时候 相当镜肯定好像就不太对 你先给我拍两个试试 来 准备 3 2 1 我说什么来着 家里肯定抗拒不了美男 什么意思啊 求求你了 拯救一下我这种师储少年吧 帮我堆一下家里 是 最后还有两个 清香 你早就喜欢我了 你真没意思 我们还是看闺蜜校的 好